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就是致力于慈善事业帮助孤残儿童 在陕西艾加倍社会关怀促进中心 记者见到了艾德·桑德 他坐在一群黑眼睛黄皮肤的同事之中十分显眼 2011年3月从荷兰莱西安做义工的艾德今年42岁了 我决定做义工时 做市场营销已经超过15年了 为什么做义工呢 我想做一些和以前不同的事情 想换一个工作 另一方面我不只是想把好的产品推销给我的客户 我也想帮助很多的人 在荷兰 艾德·桑德先后在电脑设备公司 宠物食品公司 制药企业和金融机构任职 收入颇丰 属于中产阶级 过着相当舒适的生活 而他放弃这一切 当了一名义工 只是为了帮助 需要帮助的人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他原来在柬埔寨等地 做过短期义工 来到中国做全职义工 对他来说还是第一次 之前我喜欢尝试不同的生活 所以到世界各地 尤其是亚洲南部旅游 当我向VSO海外志愿服务组织提交申请后 就接受建议来西安做义工 我觉得很兴奋 也非常有挑战性 所以就来了 与一般外国朋友来教英语不同的是 艾德·桑德有近20年的市场营销经验 他来到西安 发挥专业特长 帮助一些非盈利机构 进行团队能力建设和业务培训 这里人们营销意识比较淡薄 其实做非盈利组织 也是需要营销推介自己 一方面从资金募集 另一方面从义工招募来讲 任何机构组织 都有财务收支 这样最基本的情况 怎样才能在募集资金的同时 更大化发挥义工的专业技能 帮助这个机构的发展 这是大家应该重视的 艾德·桑德刚来西安时 在一家非盈利性基金会当过义工 2012年8月 他来到陕西艾加倍社会关怀促进中心 主要帮助这里建设网站 扩大慈善事业的影响力 下个月网站将正式投入使用了 我们这个网站涉及很多方面 有中英文版本 我们在这里着重介绍中英文版本 网站有一些基本结构 一个是机构的设置 一些服务 这个机构所发生的新闻事件 着重详细介绍机构的各个项目 还有赞助人捐助者是谁 以及募捐方式 这就构成了我们网站的基本结构 我们不仅仅显示网站 更主要的是 我们在网站中体现彼此的交流 我们会和许多社会媒体进行链接 和微博人人网QQ 这样一些大型网站进行链接 成为一个交流的群体 我们通过这样的志愿者注册 可以吸纳更多志愿者 来帮助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这个表格也是双语的 爱德桑德注入营销 而且熟悉西方人的心理 经常给西安的同事们 做相关方面的培训 使他们受益匪浅 我们需要大家想想 如何介绍机构 如何使人们对我们产生更深的印象 以便于支持我们的工作 我想问一下爱德 你在中国做义工 你有钱没有 我 我没有钱 那爱德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你们在荷兰 你们在这个慈善事业方面 你们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宣传的 通过朋友利用社会媒体 比如网络资源上的博客进行宣传 另外会把会员商业化 比如我赞助支持哪个机构 我会穿上这个机构的T恤 夹克 或者通过购买他们的产品 来显示我是支持这项事业 这样的慈善机构的 爱德你觉得微博有助于 推广我们的项目吗 当然有助于推广 因为每个人不可能整天 关注某个网站 有些新的变化动作 一般会通过微博来告诉大家 跟大家一起分享交流 爱德·桑德工作严谨认真 生活中风趣幽默 很受同事们的喜爱 我觉得爱德是一个 在工作中非常认真 高效的一个人 他每天都有他的工作计划 以完成的情况是怎样的 他在做网站 以及做微博方面 他有很多的经验 他来指导我们 就是慈善事业需要 这个市场营销 这样的一个意识和理念 所以我们之前没有这样的 很淡泊 没有这样的意识 但是他来了以后 就是让我们有个全新的理解 我们更 我们去做这样的事情 来向大家推荐我们自己 不是为了我们 能够去获得更大利益 而是为了更好地 服务我们的群体 让我们的群体 能从中受益 我们最终的服务人 而是这些孤产的儿童 在这家慈善机构里 爱德桑德做的是行政工作 而另一名义工 史蒂芬周 则从事残疾孩子的康复教育 他是一位澳大利亚籍华人 中文名字叫做周德辉 教育专业毕业 今年33岁 2011年8月 他辞去工作来到中国 一直在这家机构当义工 他汉语说得很不错 都是在广州出生的 那么小时候我就去了澳洲 跟我家移民去 那是91年的时候 还有一个朋友 他在 他在这里是做实战工作的 他来这里待了四年吧 对 所以现在他还生了一个孩子 所以他回去就跟我说 他说你要不要过来 帮助一下 所以 那时候我是在中学教书 中学教书 那我就跟我爸妈妈 他们同不同意 他们也同意了 所以我就过来了 这家慈善机构 创办了一家名叫 勇士之家的康复教育中心 周德辉在这里 教孩子们画画 制作卡片 培养生活能力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房子 这是一个被草地包围的一个房子 哦对 挺好的 这个是一些 这是草地吗 哦 那不就是房子 你画大一点好不好 有点小好不好 这是你想住的房子 不是 像中的世外桃源 像中的世外桃源 哦 还有个门 一个门 门 门 旁边可能也有一个门吧 树 树应该 对 树 高一点 对 能够做手 哦 对 哇 人家好大呀 你现在问他 那个 大山 在城市都见不到 这都见不到鸟了是吧 树都很 蜜蜂都见不到了 哦 蜜蜂鸟 这么大了 嗯 你画什么呀 你能告诉阿姨 一个蜜蜂 一个鸟 还有房子 这是我想 人们想象中的世外桃源 呃 他们好像 同种他就有点 基地症 其实还是可能有学习障碍 呃 他们可能比较慢一点 所以 我们跟他们交流 来建议他们 他们的支持性 其实这孩子 呃 我觉得他们都有潜力的 他们都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呃 呃 成员 就可以就是 好好地去生活 他在我们手工坊一直带孩子做卡片 画画 还有带他们做游戏 带他们做饭呀 因为他的工作 相对我感觉是 非常负责任 因为他在国外也很 学到这方面很多知识 因为在这个地方 不管是我们同事之间 还有学生 因为关系都非常的融洽 他和学生 我感觉 重要的是和学生都 有个很好的互动 这是让我们都能够看到的 我看这边是挺好的 VSO海外志愿服务组织 每月给爱德提供2000元人民币的生活经费 另外还有住房补贴 而史蒂芬州除了爱加倍这家慈善机构 提供少量住房补贴之外 生活费主要靠亲朋好友的资助 他工作不收取任何报酬 关系关系这家孩子 我觉得心里面也挺满足的 我觉得生活质量 可能会减少一点 但是也不是太多 我觉得还可以接受 做我的朋友 他们会给我捐一些钱 朋友 对 在扎着的朋友 还有我的家也会帮助我一下 还有我一些 还有我 还有捐一些钱 所以还可以 爱德桑德是第一次来中国 而史蒂芬州2009年曾经来中国旅游 这是第二次来 在工作之余 俩人都喜欢旅游 爱德桑德更是跑遍了大半个中国 对于中国 尤其是古城西安 俩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喜欢西安的古城墙 中古楼这些传统地方 特别喜欢城墙村 保留着中国原味的生活习惯 不喜欢高楼大厦能力的都市感觉 我觉得那些小店村里人的生活很有特色 很吸引人 我觉得西安文化就是 气质比较重一点 对 还有人比较休闲 比较慢一点 对 其实我挺喜欢就是 那种老西安的感觉 你知道吗 穿了个 停枪 打开机这样的 挺好的我觉得 我就喜欢去回民间 太多好吃的 因为我特别喜欢吃一些小吃 我喜欢吃那个羊肉泡馍 还要吃那个那个 柿饼 我喜欢羊肉泡馍 肉夹馍 凉皮 艾德桑德和史蒂芬州 都很喜欢吃西安的地方小吃 说起这些来如数家珍 艾德桑德的中国话 也有了一些进步 最让艾德桑德意想不到的是 他在西安结识了自己 心仪的中国女孩 并结为伴侣 他叫苏慧 是山西大同人 上个月才结的婚 他也很高兴回我家看一看 但是还要定期回中国看爸爸 也可能会长期住在中国 到今年四月 艾德桑德和VSO海外志愿服务组织的签约 就要到期了 他准备携妻子回到自己的国家 而史蒂芬州也将在年底回到澳大利亚 他想创办一家教育机构 他们都表示还会回来 这段难忘的义工生活 对他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关注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见 我一直追求 锁定修法动感瞬间 杀菌强力定型喷雾 运含凝动塑形因子 动感发行 轻易锁定 灵动 轻盈 让瞬间变成永恒 攀菌强力定型喷雾 攀菌发现 开叉常源自损伤 三倍浓稠维他命原配方 第一次使用开始就能明显帮助防止开叉 哇 好喜欢这样的头发 损伤修护领导品牌 攀菌 南二环天伦黄潮酒店上大开业 吃正宗粤菜 拼澳洲野生大白玉海参 就到天伦黄潮酒店 大厅富力阔雅 包厢精美奢华 适合高品位商务宴行 喜庆婚宴 亲友聚餐 公司团会 哈野优惠 八折筹 地址南二环 鞋